少林悟僧 铁布山护蹄 狂轰五千多拳打晕英国拳霸 五个医生围着救人 大家好 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中国对英国男子拳手格斗大战 我们看一下视频中左边的这位 就是来自我们中国松山少林寺的斥炎刚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抱腿摔 来直接把这个英国的拳手丹胡克压倒在地板上 我们看看这家伙竟然站了起来 现在我们的少林悟僧还是步步紧逼 对方根本没有喘息之力 输得后退还是后退 也吃到了一个大礼拜拳 这个丹胡克的身高达到了1米94 体重是95公斤 看上去瘦瘦的 但是这家伙的身高比较高 尸炎刚他的身高是1米82 在少林寺里也算是一个个子比较高的武僧 他的力量也很很重 听说一拳可以打出1000多棒 我们看看我们都知道少林武僧都有金钟罩铁铺山附体 他们的抗击打能力非常的强 这些西洋的拳手西洋人 他们打中少林武僧 也像是苍蝇挠了一下痒痒一样 大礼拜拳没中 再来 哎呦这个基辅拳有效果 勾拳 神龙白尾 我们的少林武僧要把自己的拳头命中率提起来 打出的拳头挺多 可是命中确实有一些少 达不到50% 打十拳至少有五拳命中 对方就会受不了 小心体能 这是一场五回合的大战 每回合五分钟 一定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体能 大家看一下 英国的拳王一直在后退 我们的少林武僧也懒得追他 因为他根本没有反手之力 好的一个勾拳命中 我们的少林武僧趁着对方 使出一个大力百拳的空隙 拿到了一个抱腿摔 看看这一波打击能不能直接带走 英国拳手 这个两个胳膊上都是血 有血呢 从天而降的拳法 这一种杂技像是 拿了一个铁狼头一样 直接打了下去 看看 英国的拳王还在防守 一步到站立 不得不说 英国拳手的长击打能力很强 看看这一波能不能直接带走 打昏迷了 恭喜我们的少林武僧 实在是太漂亮了 这场比赛 就像是 用动机一样 一直往前压着打 一步也没有后退 实在是太漂亮了 尽管自己也受了一点伤 自己左边下眼皮的部位 是被打出了一个小伤口 留了很多血 还是拿到了最后比赛的胜利 恭喜我们的少林武僧 最终是KO获胜 让我们为他欢呼喝彩 点赞转发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談刘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